好 觀眾 持續帶您關心到的是 黎巴嫩針竹黨所使用的呼叫器 也就是BB扣在昨天是發生了大規模的爆炸意外 一共是造成了12人死亡 有數千人受傷 更就了解該款爆炸的BB扣 它後方的logo就是台灣的製造商 金阿波羅公司 而警方在第一時間的時候 也來到了未在細緻的這間公司 來進行一個相關的查扣 並且帶走了相關的證物 而在第一時間呢 這個檢方也介入了調查 在今天也將傳喚 該公司的董事長許清光 來倒案來做一個說明 但是在第一時間 這個許清光 他根據媒體 他是表示說 其實呢 確實有和這間匈牙利的BAC公司 是有做一個長期的合作 也就是雙方其實在之前 確實BAC公司有向金阿波羅公司 購買呼叫器的部分 不過他是否認 該款的呼叫器是他們製造的 僅僅表示說是有提供商標給BAC的公司 但是對此呢 外媒表示說 其實這間BAC的公司的負責人呢 在昨天表示說 該款的爆炸器並非他們製造 他們只是中間人 但是現在這個爆炸器 究竟是雙方兩造雙方 到底是BAC還是台灣的金阿波羅公司 警方檢警也是目前的調查重點 但根據今天早上的最新消息 這個董事長許清光已經到了這個國安站來進行一個說明 後續也不排除會到事件來進行一個覆訊 但是根據了解最新的狀況在早上的時候 因為這件事情是牽扯到的是國際案件 轄距的警方呢 一早也每小時的定點來做一個簽到 根據了解其實在第一時間 許清光他受訪的時候 他表示說僅僅是提供這個商標給BAC來使用 並沒有是製造以及生產或者是出貨 但是雙方的合約究竟是為何 以及這個金阿波羅公司 他們這個公司之間的出產的這個出貨的記錄是什麼 目前也是檢警調查的重點 三連新聞團隊也會持續在今天公司門口 為您掌握第一手的最新消息 MING PAO TORONTO